大家好 我們今天去哪裡 還沒出來拍攝 我帶了一個5G router出來試試 你多不多接觸5G router 我很少用5G 也很少用5G router 不如我們上去那邊談 我自己沒有說怎樣用5G router 市面上經常說5G很高級 很盛行 事實上是否真的這樣 其實都算是 在5G上發展了一年 電訊商 其實他們的覆蓋率 已經達到98-99% 代表全香港 很大範圍都收得很好 5G而來 會有很多5G router出現 他們的幫助是甚麼呢 例如 可能有村屋會有堂樓 他們以往用的 可能寬頻都是8Mbps 10Mbps 速度相對於 現在5G的速度 平均 可能在一般市區市場 有200-300Mbps 速度自然就快很多 除了流動5G router 除了流動5G router之外 有沒有一些零類特別的5G hotspot 零類又不說得上 不過過往我們去旅行的時候 都可能會租過一些俗稱為Wi-Fi彈的產品 例如你手上這個 LightGear的LightHawk M5 router 這樣計算 在速度上 Wi-Fi制式已經升到 Wi-Fi6的802.11 AX 所以在速度上 都會支援到新的手機 速度上自然就快很多 我就很少用5G router 有人就會問 其實手機已經有5G 有4G 為甚麼還要一個Hotspot 舉個例子 首先要處理的問題 就是手機 可能分享5G出來的時候 它未必可以分享到 很多不同的裝置 這一類的Hotspot Router 它就可以分享到 給更多的裝置使用 另外就是 你的手機會發熱 例如你假設分享了 很多不同的裝置的時候 手機就會產生一定的熱量 令到你的耗電也會消耗得快些 到最終你的手機沒有電 只會更快 這隻為例 它就可以換到電 另外就是 充滿電一次 其實它已經用到一天 所以基本上 你出去工作 兩、三天 你多帶一顆電 可能你基本上 連火牛也不用帶 其實就是這樣說 其實真的不錯 如果遲下開關 我們去旅行 然後如果遲下又涼快些 去去露營也可以 但有個關鍵就是 這部電腦可以連結到 多少部電腦呢 其實剛才也說過 它比以往的WiFi彈 是強很多的 以這個產品為例 它支援到32個裝置 即是說 譬如你去露營 去哪裡 當你一個人有5個裝置 其實你已經可以支援到 6、7個人用 另外就是 譬如這個產品比較特別的 它會有Lang頭 在裡面 還有一些細微的位置 譬如假設 你是一些 戶外工程用的時候 它可以給你 額外加裝天線 所以在使用上的用途 其實是強很多的 令到你 譬如假設你裝了天線 其實那個接收 收法程度 就會更高 那個範圍會更廣 所以不只是去旅行那麼簡單 或者不只是一班人去玩那麼簡單 而是它可能真的可以幫到一些商業 或者工程地盤也好 一些小型室內的環境也好 其實它已經幫助到 很多不同類別的人 可以用得到 我們今天走了一整個 那不如回到車裡休息一下吧 好啊好啊 今天天氣太熱了 不用了 真的要回去 涼一涼冷氣休息一下 好了 我們先回去吧 好 剛剛你說Hotspot可以拿出街用 我們現在在車裡 用不用到 其實用途很多 我會把iPad放在車裡 譬如很多時候需要充電的時候 我就會把iPad拿來打開Netflix 打開YouTube 另一方面我就可以充電手機出來 譬如我用來發訊息 做事的時候都可以用得到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香港不同的外國 香港比較少居住 他們外國就可以在家裡 連接到Wi-Fi 其實就可以靠家裡的Wi-Fi 去推動一些Famware 但香港就不行了 停車場 沒有Wi-Fi的情況下 我用Hotspot在車裡的時候 我便可以同時做到幾件事 我便可以把功能盡得盡一點 簡單來說 如果我手機沒有5G 但我現在有5G Hotspot 我便可以享受到5G的速度 我的理解也不錯 理論上可以這樣說 我便可以用一個iPhone 11為例 其實理論上只有4G的速度 但配了一個Led Gear 5G Hotspot 其實在速度方面 表現的確快了很多 在不同的環境下 有時候便會試到 有5G Hotspot 可能有5G Hotspot 至200多至300多 至300多的速度 視乎它在不同的環境 或者不同的地方 可以接觸到這個速度 但起碼 因為5G Hotspot 透過AX的制式之後 帶到速度幫助很大 不過又這樣 其實現在很多公共地方 已經有Hotspot 例如公園、商場、餐廳 都已經有 那為何我還要用手上的5G Hotspot 當然很多公園、餐廳 或咖啡店 都會有5G Hotspot 不過安全性有多高 便成二了 所以我們用5G Wilder 裡面有很多WiFi的詳細設定 例如可以設定WPA WPA2、WPA3 不同層級的安全性 便可以令保安強度更高 其實在5G Wilder裡面 已經有一個很方便的觸控模式 不過設定上 當然會比較簡單一些 除此之外 我們可以用手機APP 去做一些程式的設定 例如看整個網絡狀態 究竟還有甚麼詳細的功能 一些密碼、保安 例如針對電量的應用 或者是GAS Wi-Fi的使用情況 都可以 咦 又是 我們今天試機都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有機會再跟大家說 拜拜 拜拜